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的康康秀来介绍战术装备 我已经很久没有拍战术装备的 影片了 那今天就来拍一下 今天主要介绍的呢就是变色龙 他所拖出来一个多功能mini的一个战术胸挂 然后之前我有拍过他的 战术背包这已经介绍过了 那我们今天就来看他的战术胸挂 让他的材质就所谓的Martycan 在他的包包这边你可以看到这里 有Martycan的小布条 这款战术背心呢 也可以当作一个战术杜兜 走的是轻量化的设计 它的变色龙公司呢 专门为了一个射手 它可以长时间在靶场 或在练习场 或者在紧急凸装备 你身上的弹药 同时呢取得你所需要的装备 都集合在这一件的战术杜兜里面 据说我是觉得它功能性非常强 而且最重要的一点呢就是 它用的很好的材质 缝线什么设计都不错 而且它不贵 不像有的战术杜兜 它只是一个模组化的moni版 你必须另外再加装你的M4弹夹啦 手枪弹夹啦 无线电弹夹啦 还要加装一些副包啦 装一些那个小副袋子啦 去完成它这个战术背心 可是呢 在变色龙这个mini战术背心 它一开始就帮你全部归后 看它的材质 它的材质呢是采用Modicam Modicam呢它有几个特点 就是你可以看到后面 这边呢它就有Modicam的一个 小布条 颜色在这里 然后在上面我记得也还有一个 在这个位置 OK 然后呢Modicam的布料 就是我们也知道是英国的一个战术公司 推出来的算是多地形的一个颜色 其实我是觉得还好啦 看你个人喜欢 但是我们现在装备 有时候走的都是Modicam啊 像我的战术背包 这也是Modicam的颜色 大家喜欢就好 那你用其他颜色做混搭 像游击冰绿啦 或者是狼中色啦 也都非常的好 好这第一个材料绝对是OK的 再来呢我们要看它的缝线跟材质 你可以看到像它这边的扣子 它没有用一般的算是钥匙扣 它是用闪绳 闪绳之后加热缩膜 好那方便就是万一坏掉的时候可以方便更换 那不容易因为长时间使用的脆裂 我觉得这样子很好 同时呢它的拉链也是YKK拉链 做双边服务线 胯下垮包吧 胯下包 它可以做你的张贴的魔鬼毡 然后上面正面也可以装贴魔鬼毡 然后同时呢 在它的背带后面正上方这个位置 你的后背带的后面 背部这个颈部下方的位置 也有一个魔鬼毡 可以做非常多的一个识别 那同时呢你的衣服上面如果有背脏的魔鬼毡的位置的话 也可以做一个识别 然后再来它的背带 它的背带其实我做的蛮很简单的 因为几乎里面没有加装泡棉 所以是蛮坚硬的 那可能是为了节省成本吧 然后一样有做两个模拟条 那这模拟条可以挂战术笔 或者是手电筒 或者是紧急的照明灯 或者是识别灯 或者是无线电麦克风 或者是小刀都可以挂在这个地方 看你左边右边 当然还有水袋的吸管 那再来呢下面这两个呢 它这边是做一个快速解开扣 因为通常有时候你可能装备太多 又有紧急状况 你想要休息它可以解开来 解开的时候呢在这个位置 它是可以用按压式的 所以我们把它一压开来 就可以快速的解开这个战术背心 那要穿回去呢也很简单 就把它一插就可以了 这边呢是不会掉的 不像它有的战术背心 它是要移开来的 它这是缝死的 不会掉 这两个各一个 然后再来这张背带 这边也是做快扣 插扣了 可以让你快速的分解 你的战术背心 这里也是 这是你的腰带的 实力 同时另外一边呢 它这边是做挂钩式的 方便你快速的穿戴 这个往后拉一点 记得哦它这边缝的好是大上小 所以说比较不容易掉下来 我们就直接把这边拉开来 你就可以快速的解开战术背心 方便穿戴 然后呢要再穿回去的时候 我们就把它扣上去 好把袋子弄进 一个小袋子你们可以装很多东西 大概紧急干粮吧 紧急口粮我觉得都可以装在这里面 然后再来那种打拉开上面的一个袋子 它可以拉的蛮多的 好 这边是可以在挂东西的 首先呢有个网袋 可以装在一些东西 在这个位置 很多可以插的地方 可能插笔啦 或插一些其他的小刀啦 小刀其实放前面比较好 两个袋子 后面还有一个袋子 可以装蛮多东西的 然后这边一个钥匙孔 可以挂钥匙的 空间也是蛮大的 不错 它的缝线也是一丝不苟 做得很好 边边有没有这里 不错 这边也是防拨水材质 有一定的小防水 这边还可以给它送进去方便 那我看它的官网介绍 这边是塞那个止血带 看你个人啦 止血带在这里 然后再来在下方这一个 下方呢这边可以贴东西 下方这个呢 它背面的完全都是Money 所以你可以把它拆掉 当成一个小副包 所以你买了这个战术杯 它等于多送了一个小副包 如果你不用它把魔鬼粘 你可以装塞一些副包 像买盖鲜 它有很多的 算是粘粘式的一个快速 分类挂板 还是盖板 还是粘板 它有数位板有文具板等等之类的 可以挂在这边 那如果说你要装备用弹夹 也可以装在这边 那如果做弹性的绷带 当成一个急救包 一格一格的 粘上去 然后放绷带 放你的材料 放你的医药材 放你的紧急绷带 也是可以的 这边也可以装急救包来使用 因为这边都可以做快速粘贴 这边也是防拨水 那我想这个Money Can 应该是没有做很强烈的防拨水 应该只是一般的Money Can的布料 当然你也不要想像军用的Money Can 它还有装红外线的材质 那现在我们已经讲到两个副包了 接下来我们要讲它的上面的弹药的地方 首先第一个这里面 它这上方有两个格子在这个位置 这个格子这个地方可以解开来 然后就可以插M4弹夹 左右各一个 然后这个是可以撕开来的 这边是魔鬼章可以把它撕开来的 那好处是什么呢 好处万一说现在有很讲究它的冲锋腔 那冲锋腔弹夹比较小 它这边就可以改成冲锋腔的套件 它的弹夹带黏贴式的内带 黏上去就装在这个位置 这边都可以拆的 那两边左右呢 这一个还有这一个在这个地方 在算是比较旁边的地方 这是不可拆的 它也是可以装M4弹夹 所以你一共可以装四个M4弹夹 好再来呢前面 好前面呢 你可以看到这个位置 在这里 真的是可以装手枪弹夹 或者是你的战术刀工具钳 好这可以装这两个地方 目前就是LIMIT 直接塞进去 OK 看起来 就很方便 所以说呢 那这边还可以再 加装一些战术笔啦 或一些小东西 随便你 看你喜欢 所以说你买了这个战术背心呢 几乎呢 你就已经拥有 四个M4弹夹 两个副包 再加两组 双连的手枪弹夹 或者是刀袋 或者是工具袋 这样你的刀子 也可以很轻松的 把这拉链拉开来 袋子拉开来 就直接塞进去就好了 那如果你有战术刀 也可以把它塞进去 战术折刀 那现在呢 在美国上 经过伊拉克战争之后 他们会发觉 工具钳跟折刀 会比带一把大的直刀 要来的好用 那为什么会有这样设计呢 会有这个想法呢 我在想可能是 他们在使用上面 可能会比较需求 折刀之类的东西 而不是属于一把大型刀 当然你要带大型刀 还不如多带一个M4弹夹 他们可能是这个意思 或者多带一个手枪弹夹 会比较实用 那接下来讲到这个地方 这地方可以做一个挂钩 让你去挂你的战术手套 可以挂着两边左右各一个 看你想要挂什么都可以 那如果说这个呢 你还可以搭配你的战术背包 然后背包呢 里面有它的水管吸管 然后连接在这里 扣在你的身上 算是不错的设计 翻开来 YKK布料 好 还不错 这杯这个战术背心 老实讲我蛮喜欢的 简单方便 也可以做入门 新加入生存游戏玩家的一个 入门的一个战术背心 不会起码 你还要再花很多钱 去装配你的东西 或者是你要找同型的东西 然后Money Can 然后Money 然后颜色 装来装去 这边几乎都有了 小富邦其实很有用 因为我们在打生存游戏的时候 你多一个下部的保护 其实是蛮好的 那上部呢 基本上呢 我们都是露头出来 所以你头上 头盔啦 帽子啦 防护眼镜啦 再加上面罩 简单的介绍 好久没介绍战术装备了 今天介绍的就是 变色龙的战术背心 谢谢